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 大山格林老师 大家安安 来 请坐 ivg 跟您的总划 计划 因为我们已经 不发过去 在8月1号开会 我們要發的臺灣民政府的特殊ID 從8月1號開始不發了 以後要申請臺灣民政府發的新聞證去取公所那台 進行這些就按照我們之前講過的所有的好處 我們都會給 5、6萬人的數字 我們給他們的名字叫做革命先行者 就是事情要不會翻開進行 事情的真相要不會真的很明顯擺在臺灣人的進行 那時候來臺灣民政府上課 接受本來的新聞證 那表示你真的有那個心 真的希望臺灣人可以知道財物自己到底是什麼人 所以我過去叫那個人我們叫做童心 同一個心的啦 這個心就想到說臺灣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們的母國是誰人 我們過去都知道 現在我們最好的口 等於是把對外面那裡賣賣賣賣賣那裡的人 直接就是告訴你 我們過去是說用鼓掌 希望臺灣人快來 時間到這個時間是怎樣切到這段 你知道嗎 從8月1號開始 因為很多事情已經翻開了 翻到一個程度 這個不可能比這個更明白了 我們看一個 這個過去 會記得這個嗎 去年11月15號 我們在 你們有看過嗎 在台北市的東區 有1萬人1萬人的遊行 這1萬人不是外面的人 民政府的成員 1萬人在台北東區集合 你看前面有鎮報部隊 有鎮報裝喔 鎮報裝到今年我們再一次 全部 過去那時候只有他穿 現在每一人都穿 給你看 我們有160名的鎮報部隊 後面都是我們的童心的 每一人都穿西裝 都穿西裝 每一人都穿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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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帶小孩子 有的搬什麼東西 帶什麼 太陽眼鏡這樣 在發 對吧 走去說我們要抗議 我們要抗議 抗議是誰 你知道 抗議現在的執政當局 對吧 但是台灣民進府這個揣 我們這個遊行不是在抗議 我們在宣告 因為我們的身分不一樣 我們是政府 我們是政府單位 我們不是民間團體 不要弄錯 過期台灣人不知道 怎麼告訴你 你就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要讓你知道一件事 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 你看 上禮拜 很有趣喔 這半年以來 消息幾乎每個禮拜都要發生 每個禮拜都有新的消息照出來 都有進報的事情發生 大家不知道 我上個禮拜的課 我說蔡英文宣戰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初級班不知道 蔡英文宣戰 代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當局 向美國宣戰 你們不知道喔 怕到喔 他有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訪問 對不對 你們知道嗎 蔡英文有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訪問 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有民選的機制 有選舉的機制 自己有軍隊 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這幾個是對的 當然不對啊 這是美軍的地方 你在這裡對美國說這幾個的意思 他說我有軍隊喔 我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喔 那就是叫做宣布台獨啦 也可以宣布說中華民國在台灣已經成立了 美國不會讓他這樣做耶 因為說很多次 台獨代表戰爭嘛 不是中國在打 中國不敢打台灣啦 是美國 要處理你這個人耶 你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是第一個 他是流氓政府 同時他也是在美國 台灣關係法底下的一個治理當局耶 算是一個authority而已 美國的國務卿講過好幾次 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是一個國家嘛 不是一個國家的話 你怎麼可以以國家的名義來宣證事情 這件事喔 今年開始在你出來 剛才那是 這是上個禮拜發生的事情喔 內政部長回 你自己講的喔 不是我們講的喔 內政部長是 葉俊榮 現在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的 內政部長叫葉俊榮 聽說他在耶魯大學法律系 耶魯大學排名是很前面的喔 他講話還是按照 中華民國在體系下的 內政部長該講的話 你跟我講 葉俊榮今天上午聽取合作 及人民團體司副主任陳志章所提 有關台灣民政府的規範 做了如上討論 葉俊榮認為 憲法的言論 自由應於保障及尊重 但若台灣民政府的行為 違法各主管法律規範 如果是發行台灣民政府的車牌 就依照交通部法規處理 台灣民政府發行行照 就依照外交部的法規處理 來 這段話你們覺得關鍵字是什麼 你們可以看嗎 要黏一堆對不對 關鍵字是什麼 keyword keyword是什麼 最重要的 那字 幾字三字而已 哪三個字 你們可以看嗎 你們看新聞 台灣人台北都不會看新聞 聯合報的體系給他上面下標 台灣民政府不可以 用政府的名義來登記 好像是不對 你聽他的內容 我跟你說 哪一集是關鍵字 這個啦 外交部 關鍵字叫外交部 台灣民政府如果發行照 就依外交部的法規處理 你們會看嗎 什麼叫外交部 不是內政部可以管的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對於民政府發的行照 這是用外交部的方式去處理的啦 屬於外交 台灣人不會怕一下 內政部長說 這是用外交部來處理 過去中華民國不敢跟你說 什麼話都頂頂頂 不頂勾 還要亂報 現在內政部長跟你說 所以有人問說 大三老師啊 這個新聞出來 你記者有自己興奮嗎 他說記者怎麼敢跟我問 絕對不敢問了嘛 這一問起來 我在回答 台灣民政府發言人回答 關鍵字只有三個 外交部 他有那麼多報 外交部屬於國跟國之間嘛 對不對 不是他內政可以管的嘛 你說台灣民政府沒有辦法 向中華民國登記 也從來沒有去登記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需要跟你登記嘛 台灣民政府為什麼要跟 中華民國體系下的內政部去登記什麼 我們又不是人民團體 我們是政府組織 而且是外國的 成立的政府組織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組織 什麼單位嘛 對不對 你都要知道清楚 你才知道你今天來這裡做什麼 要不然你來哪裡上課 人家問你說你來哪裡上課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你說不出來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上面叫什麼 美國總統 你知道嗎 你中華民國的體系 怎麼能夠出立分啊 我那時候就講過嘛 立法院在開會都沒有用的啦 說要解散台灣民眾 你憑什麼 你是什麼單位 你先搞清楚自己是什麼身份 什麼單位能夠做什麼事嘛 你在中華民國是在TRA 就是台灣關係法底下 所成立的治理當局 你還有這個 你有這個能力去管到美國軍政府底下 國防部底下的單位嗎 還要把它解除掉 別開玩笑了吧 台灣人都搞不清楚 特別是記者媒體更是亂講 整個中華民國體系裡面 比較聰明 頭腦比較清楚 只有這個部長吧 他知道台灣民政府是什麼單位啊 該用什麼態度講話啊 台灣人說那麼多年四年啊 我在這邊從哪一年講到現在 多少堂課了 只有這五萬人知道而已 拿我們民政府身份證的 這幾萬人知道而已 剩的台灣人 待會我們來講 這台灣人到底是什麼問題 台灣民政府在這裡面 他的角色 他的單位 當我的名字一出來的時候 就非常清楚了 但是台灣人過去在這個媒體裡面 那個人撞得嘔嘔嘔嘔 只會看標頭 不曉得內容 看內容 關鍵字也找不到 所以永遠是去玩的 台灣民政府的單位 是軍政府底下的民事政府 是按照戰爭法 成立的民事政府 一切都按照國際法 剛才就念了 我們是按照國際法 國際法戰爭法 國際萬國公法 所成立的單位組織 所以這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記者當然不敢問 一問 他所有過去跟台灣人騙這堂 馬上遇到一個 整個翻盤的一件事情 因為想說 過去我抗議的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是由外交部來處理 他發的行照有這麼偉大嗎 是 我跟你講就是這麼偉大 你就是要用外交的法規來處理 說到外交也好笑 你現在中華民國還有外交嗎 沒有啊 他現在明明不是這樣的單位 他假裝自己好像是一個國家來處理 其實他在這的名字是什麼 我跟你講 台灣民政府的名字已經出來了 但是對方就是現在這個中華民國體系 到底是什麼名字 在台灣跟你說叫中華民國對不對 出去都不是啦 離開台灣以外的世界 都不叫你中華民國啦 不可能叫你中華民國啦 那時候我去年我不是記者 跟我問那時候 我說我 你要起台灣民政府的底 我起中華民國的底 你們中華民國的護照 拿到國外去 護照喔 號稱是護照喔 拿到國外的海關 一刷上去 出來的名字 絕對不是中華民國 我給你保證 保證不是ROC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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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為他是用別人的帳戶 在發這個旅行證件 是用誰的帳戶 新加坡的啊 中華民國哪有 他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憑什麼發護照啦 我跟你講 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發什麼護照 護照是騙的 那是誰中文 他沒有資格發護照啊 台灣跟中華民國 都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怎麼可以發護照 怎麼可以有國防部 所以說到沒了 我們幾年 我們在街上遊行的時候 我們的幾個訴求 要跟台灣人說的 我跟你講喔 在這個遊行裡面 我那時候講過一句話 我們是從上而下的組織 不是從人民自己自發而產生的組織 不是喔 上而下 因為你軍政府會開民政府嘛 是由軍政府 一旦有軍政府 就一定要民政府 按照戰爭法 所以是人家幫你成立的嘛 對不對 所以從上而下組織 同時 外交部說這關為標是什麼 我們是從外而內的組織 你知道嗎 因為你叫人陣子 你憑什麼成立什麼國際的組織 沒有資格啦 你是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你們在這三叫做的 就是骨泥 我們在這個遊行裡面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至今仍然有效 這是法理喔 古金山和平條約 以前過去我們長大的教科書 不要跟大家說過 跟台灣界土地有關的 只有兩個條約 記好清楚 跟台灣界土地有關的 只有兩個條約 一個叫做馬關條約 日本叫做下關條約 什麼都洗掉 是日本的一個地方 那時候中國大清帝國 全白屬於日本帝國 他就派李鴻章去跟人們求和 就要簽約 簽約內容是什麼 就要掛土地 背 不然我會滅掉 大清就說好 我掛什麼 台灣 澎湖跟遼東半島 歐西亞人 過去我們掛土地歐西亞人 割讓給誰 日本 錯 這樣又扣錢又離婚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以前過去大清帝國皇帝 你去看條約就知道 裡面內容寫什麼 大清帝國皇帝 為了尋求和平 台灣澎湖跟澎湖 掛牛大日本帝國皇帝 是皇帝跟皇帝之間的收受關係 你知道嗎 你這個要搞清楚 要不然日本 想說現在的日本 現在的日本跟過去的日本又不一樣 我們的日本跟現在的日本也不一樣 我們以前的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的日本是新日本 是美國跟日本建範之後 幫他修改他的憲法 成立一個新的日本 在新的憲法裡面 天皇被懸置 這你們都要知道 為什麼 再來日本會進行修憲的動作 他為什麼要修憲 修憲到哪個方向 一般的台灣人都不知道 但是 在國際關係上 各個國家都清楚得很 就好像台灣民進府這個名字 照出來 全世界的國家都知道 只有台灣人不知道而已 我跟你說 就是只有台灣人跟這段 中國人都比台灣人更清楚 在台灣 把你 給付 吞他 領地 七十年的台灣人 中國人很清楚 我在說台灣這個法例那時候 竟然說到台灣人聽 台灣人都聽不懂 在說什麼 太親了 不知道啦 不重要啦 說到中國人還是拼了什麼 好 馬上就知道你在說什麼 馬上態度就改變 他們清楚得很 他為什麼今天來到這邊 能夠吃香喝辣的 可以統治你台灣人 是有原因的啦 後面有人讓他來的嘛 他後面有靠山啦 他跟他去付台灣人 不怕台灣人對他怎麼樣 因為他後面有靠山 這個靠山是誰 美國嘛 美國給他靠嘛 美國給他靠 美國給他靠 他才敢這樣唱唱 去付台灣人很累耶 但是最近 他發覺情況改變了 美國沒有給他靠了 你們知道這個故事嗎 知道這是事件 你怎麼知道 他叫中國人 在這裡發覺 扩火 보는人 要繳給他那些人 就把他抓起來 手靠上靠 關到 關起來了 那都是中國人 那都是過去求台灣人的中國人 想說愛國法都繼續求下去 沒想說奇怪 怎麼可以我在保護中華民國 你怎麼把我抓起來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跟你講 因為整個大環境已經換掉了 你後面的靠山已經換人了 已經換來靠我們了 已經是台灣民政府了 你們惹錯人了 你找錯對象了 你等於是對你的主人在那邊吵而已 因為我們是美國軍政府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這不是台灣人自己的團體組織 不是人民團體 是政府 是美國軍政府底下 軍政府 是你可以這樣隨便亂來的嗎 是你中華民國體系的人可以隨便亂做的嗎 當然不可以 所以下場就是這樣子 按照法律抓起來 過去他不用怕 過去他做什麼事情 好像所有的 檢調當中單位都在幫助他們 對不對 都沒有事情 貪污犯罪 突然台灣人很嚴重 突然中國人來後台都沒有事情 不了了之都不會起訴 都不會有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 我跟妳講一個很白的事情 他們就是佔領者 你台灣人就是比這麼多 佔領者怎麼會自己找自己的麻煩呢 不可能啊 叫抓去鬼 絕對是被佔領者被欺負的嘛 因為妳叫被佔領者 所以妳被欺負 因為他叫佔領者 所以他沒事 你知道嗎 妳要做什麼可以啊 但是問我們台灣民事政府的身份 又不一樣 我們是真正的佔領者 Original那個美国軍政府所設立的 台灣民事政府單位 不一樣 這個不是妳現在這個委託代理佔領者 可以處理的 說到這個 去年幾大訴求 第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仍然有效 我剛才說一個是下官條約 第二個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下官條約把土地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之後經過了多少年 五十年 大日本帝國在這裡 建設台灣做到世界一流的國家 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先進國 在1945年4月1號宣布大日本帝國 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台灣 佛摩莎和平條 正式納入大日本帝國的體系裡面 我們去當兵叫做台灣軍 不再是義勇兵了 我們是台灣軍 跟大日本帝國打仗的 你們初級班要學兩個事情就好了 一個是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第二個 占領不移轉主權 你把我證明 台灣的主管會變成你的 無關西亞人跟我們一樣 美國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今天有沒有變成美國的領土 沒有啊 在拿破崙之後 所有這是國際法一部分 你打贏一個國家 你不可以把那個國家併吞起來變成你的 像俄羅斯要去併吞克里米亞一樣 這違反了國際法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領土啊 不能因為上面住的人大部分講俄語 或者你用大量的人口進去 改變當地的人口結構 都是認同俄羅斯 你不可以因為這個理由 把那塊地就吃下來變成你的土地 這違反國際法 戰爭法 一樣 美國打贏我們大日本帝國 他派中國人跟你證明 沒辦法這個土地變成美國的人 美國的 還是變成中國人的 那都不可能 你知道嗎 你可以統治當局 可以是他們 可是這個領土的主權 由元還是熟地 大日本帝國天皇 天皇 天皇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意思 俗地 日本天皇 他的土地 那個字英文叫 Crowns land 黃土 天皇的土地 他不會被剝奪 大概就是這樣子 講得很簡單 那第二條 就是在河邊條約既然有效 我們就按照條約裡面的事情 來講道理 條約說什麼 我們就要叫他做 那就是條約嘛 就要尊散嘛 更何況這個條約是四十幾國家 大家一起簽的條約 當然很重要 條約上面說什麼 第四條 第二十三條說 美國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英文叫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什麼叫做主要佔領全國 你知道嗎 Principal是什麼意思 主要是什麼意思 主要就是說 他說的話算話 一個公司 誰人說話算話 只有一個 不可能兩個 兩個就簽譜 對不對 只有一個人最後做決定 他說的話 就是這樣定案的人 也叫做主要佔領全國 Principal 有Principal 就其他都是secondary 都是其次 次要的 次要的 次要的不可能決定 替主要的做決定 對不對 講話都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說的事 所以有關於台灣所有的事情 全世界沒有人在寫台灣關係法 只有誰寫 美國可以寫 其他人不能寫 有關於台灣的前途地位 誰能講 誰說的話算 只有美國說了算 其他國家都說了不算 對吧 像美國過期到今天都是一樣 我無關你中華民國 有的沒有說要搬火鍋去哪裡 要怎樣 他要去抓一句話 他就叫回去 說這個好笑 內政部不是說這個 記者說 台灣民政黨沒有跟中華民國登記 很好笑耶 台灣民政黨沒有跟中華民國登記 那我請問你 AIT有沒有跟中華民國登記 AIT是什麼 美國在台協會 它是個協會耶 協會是什麼 民間團體耶 這個民間團體 怎麼沒有跟你中華民國登記 你中華民國為什麼 放一跌加加固 是不是很好笑 教力的邏輯是這樣子嘛 AIT沒有跟你登記耶 你怎麼不去抗議 台灣民政府當然也不會跟你登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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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人民團體跟你登記喔 政府不需要跟人民團體 跟authority 自理當局登記的啦 位階不同 再拉回來 第二句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人有效 第二個 美國是 按照這條約 是台灣最外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第三個 你一旦講到佔領 就是有比佔領者和佔領者嘛 佔領者是美國嘛 比佔領者是誰 就是我們嘛 我們就是被佔領者嘛 究竟和平條約是規範什麼 美國這些 聯盟國跟台灣的關係嘛 我們是盟國嗎 不是啊 我們是 被佔領地的百姓啊 台灣人啊 台灣人就是比佔領者 不是 佔領是美國嘛 美國是主要 我們要打敗日本的就是美國嘛 就是盟國裡面的主要國家是美國嘛 所以我們的身份就確定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啦 中國人是佔領 所謂的戰勝國 同盟國的一份子 對不對 我們是比佔領地的台灣人嘛 所以我們 絕對不可能是中國人嘛 我們是台灣人嘛 既然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跟他們處在做兵 當然不可以啊 按照戰爭法 你是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不用當兵的耶 你如果逼他當兵的話 或做任何軍事行為的話 你就違反戰爭法 Law of War 戰爭法不可以 你把你占領一個地方 跟當地人民八時 叫他做兵耶 去抓去做兵耶 這是違反戰爭法耶 就是你改變他效忠的對象的意思 戰爭當兵就是一種效忠的行為 你硬逼著他改變他的效忠對象 就違反戰爭法了 講法律後面都有一些道理在那邊 其實大家一聽就懂了 因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才是唯一的出路 就這樣 正常化 過期把你暗戴 沒讓你知道 現在要正常化 好 我現在一開始 只是跟您簡單的講這些東西 還有一般 既然初級班 我現在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過去初級班 是要跟台灣人鼓掌 希望各自台灣人 一次台灣民政府 來跟我們一起 當作革命先行者 現在不用了 你要拿新聞紙去取公所 現在開始8月1號 我們發行什麼 旅行證件 你應該不知道什麼叫旅行證件 旅行證件 為什麼拿旅行證件 為什麼不是拿護照 聽得懂嗎 拿護照只有主權獨立國家 才是護照 護照 但是你是去用這個地方 你就要拿旅行證件 因為你不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但是你又要旅行怎麼辦 就跟以前沖繩島的人 被美國佔領之後 沖繩島的人 要回到日本去的時候 也是要拿旅行證件 你知道嗎 還是跟過去的 大日文帝國一部分 將分開來分別佔領 所以我們也應該 比照沖縄的方式 模式拿旅行證件出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本來也是旅行證件 因為他是流亡政府 沒有資格發護照 我們要拿旅行證件 我們要拿旅行證件 這就是一天 在台灣地域 拿到我們身分證的人 要出國旅行的一個 證明文件 叫做旅行證件 我們會用兩種形式發放 一種叫做旅行證件 一個是旅行證件卡 我們就完全比照 美國的模式在發放這個 因為我們是被美國 所佔領的地方 說到這個 其實有關於台灣民進行證件 這個身分 從去年這個遊行之後 就迅速的發展 發展到一個驚人的地步 當然根本 你完全不知道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來我們看一下G7 當我們這個訴求一出來的時候 美國當然有聽到 我們台灣民進行證件 這個事情 台灣人只有一些少數的人知道 大部分人聽到 都會過去了 但不在關心台灣 為什麼 只要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東東 台灣人是自己 就是努力的生活 沒有頭的人的生活 就是這樣 每一天就是不可以吃清的事 對於台灣這個土地到底是什麼 你是什麼人從來沒有搞清楚過 也不想搞清楚 2008年到後來 我們一直走 走到去年我沒有告一次美國 2015年再告一次美國 告美國什麼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號稱他發放我們身份證 他憑什麼要發放 他可以改變我們的國籍嗎 集體規劃 我們那時候告的原因是 因為他有一個成疑 有一個行政命令 所以從今天開始以後 那個時間 1月2號那個時間 當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時候 把台灣人號稱是光復節 跟台灣人的國籍集體改變 從此以後 台灣人都變成中華民國人 我們看到這個 這就違反國際法 他憑什麼可以改問國籍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顧到美國 說他這個無效啊 他這樣把我們的國籍 這樣把我們的國籍改變 結果你知道判決的過程當中 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告告美國的法院 地方法院的時候 從那辯論的過程當中 美國法官說 陳怡沒有錯 給你行政命令 可是給他行政命令的人是誰 是南京政府 是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 意思就是說另外一個國家政府 哪有資格去改另外一個國家的國籍呢 這個意思又是什麼 要標示說 你的國籍並沒有被改掉 不是更好笑 也就是說你原來是什麼國籍 就是什麼國籍啊 我為什麼認為我叫他改掉 很簡單一句話 你叫他騙了嘛 你被騙了嘛 台灣人真的相信 你現在變中華民國人了嘛 你心中以為你已經是了嘛 但是他這個本身的 這個行政命令是無效的啊 你不可以去改變另外一個國家的國籍啊 所以宗華民國那邊編輔的人 說得很糟糕 他說我們自己也沒有反抗啊 是沒有錯 過去台灣人沒有反抗啊 因為台灣人一方面 比較少事情都被擺掉了 二百我們的精英都殺光了 那不是 感覺去環境的都被擺掉了 比較少事情都被擺了 村子走到要死了 你說什麼都好啊 等我換了有口飯吃就好了 那時候台灣人變成這樣了 他用鎮壓的方式 他用軍隊 我們又戰敗 一面倒的啦 我們不是在一個 WELL INFORMED 在得到足夠充分資訊的情況之下 我們做決定嘛 對吧 我們也不是在一個 自由行政底下 我們做決定嘛 我們不是在 我們是在被壓破底下 勾不中去做那個決定的嘛 第一個我們戰敗啊 怕也怕死 我還不知道 這名字要對我做什麼 你站領著來台灣 是要怎樣 在台北擱的 是要怎樣 我不知道耶 台灣人過去的北部 阿公阿嬤那台是這樣的心情耶 所以你來的時候都好 但是台灣人過去也很優秀一件事 因為以前日本人跟你通敵的時候 你跟他對抗耶 你想說 你日本人現在給我祈福 你現在建敗啊 有一天台灣人 我現在說台灣人有很多款 有一款是我剛才說的那種的 所以現在很快就跑去 來民進府裡面 但是我們有一天台灣人是怎樣 過去不敢讓日本人通敵啊 對不對 現在日本建敗 我趕快要去當戰勝國 去帶中國人去 去做中國人耶 你明明是日本人喔 想說賺這個機會我來做中國人 我也來做戰贏者 戰勝者 所以有一天台灣人 過去在日本 我跟你說一天很優秀的人 在日本裡面 以戰勝者自居去欺負日本人 從中間得到不少的好處 因為這樣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拜這個歷史都會偏側啦 這個在你現在網路這麼開放的世界 我們都知道啊 只要你走過的 必留下痕跡啊 你做什麼壞事情 都追得回去的嘛 日本時代 你是騎什麼立場做什麼事情 都玩得出來 包括 中國人來台灣 怎麼把日產拿手頭 變賣換成他自己的黨產 對不對 最近都在對這個嘛 中華民國 說得不好聽 一隻來口就走來台灣 你怎麼可能突然變得那麼好走去 錢對他就要來的 怎麼生出來 就是你佔你的日產嘛 拿到你口袋裡面 這個我先不要講 這不是今天要講的內容 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台灣人有兩種心情 有一種是說 我回到中國裡面好了 我來做戰勝者 我就不用去往去府 結果不想說 你走到中國的這個系統裡面 更加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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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說 你要當中國人 很好去做兵 你要當中國人嘛 我叫你去做兵應該嘛 你要當中國人齁 很簡單 講北京話 對不對 叫你捲舌 台語不准你說 因為你現在是中國人了嘛 中國人對付香港人 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你現在看看 過去 對台灣人就是這樣 日記不能再說 對吧 台語也不能再說 求台灣人啊 只要說北京話 你要做官 你要吃頭髮 要做老師 要做公務 另外 教員的 洪環 你要先學會北京話 所以過去一般是來受教育的 有知識分子 都沒有頭髮 就要對頭 開始歐 說得不好 你如果全部換成中文 過去台灣人很像 最喜歡唱的 寒蠻公圍 對不對 不是台灣人寒蠻公圍 因為你剛才 規定我去說另一個議員 不然你要用台語來騙看看 不然你用日本語來騙看看 看誰人比較厲害 對不對 所以他把你做到 第一步 就把你兩支手腳都拌拌起來 就是不讓你的語言 講得出來 你要跟著他的遊戲規則 等於是跑到人家的場子 跟人家炒打架的一樣 怎麼會打得贏 當然也打不贏 你台灣人啊 但是你只要說北京議的人變 當然也變輸 遊戲規則也一定的 剛才說 中國人說 你要做中國人 真好 我發你身分證 你叫我的遊戲規則就走 你要背師傅五千 你就要叫我的教綱 對不對 我叫你來洗腦啊 中華民國道統是什麼 中華民國什麼 整土把你灌下去 你在背後口齊 你就要背他的歷史 你要背中國人的地理歷史 過去我們覺得很奇怪 好像現課本 看來廣東中國的歷史 占百分之一半以上 60% 對不對 說到台灣歷史都不知道 中國人要坐飛車 去北京平水地的路 都背得很小的貴姓 裡面有什麼產物 像台灣不知道而已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就是有企圖在給你洗腦 中國人來台灣跟你分化 你給人家 你客人 你誰員 你是原住民 什麼東西 你會分很睏 其實台灣這個土地 還給在一種人 對不對 我說台灣 toolkit Just 適當個人 那時候台灣人人口七百萬人 中國人來百幾萬人 美軍王軍也帶來了 講到這個 當初蔣介石還不太想來台灣 他說我慣中國這麼多走來台灣 很賣賢 但是他就是打到走路 所以不想來台灣 所以對付台灣人等於是 是把你當作看不上有一個地方 暫時待著要回去的 你要通知耶穌還通知你這個 比較不簡單 很容易 講到這個 我再拉回來 就這樣子台灣人去小鬧 當中國人來打野下一代 變成現在的台灣人 現在整個時局蓋起來 台灣人就要趁起來 他跟民進府對台灣人說 什麼才是台灣人真正的 身分和歷史 在不知道台灣民進府這個論述 跟這個很利盡很死的台灣人 都很慘 你死那時候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 對不對 是啊 死得不明不白啊 你想說你是中華民國人 你以為你死掉是中國人 還要掛中華民國旗 那不是很可憐的 你明明是大日本帝國 你真正的身分是台灣人 沒有錯 但你的國籍是大日本帝國國籍 我們從來就沒有一天是中華民國人 這全都跟你騙了嘛 一個國家不能改變另外國家的國籍 所以你煮頭到賣 就從來不是中華民國人 他為什麼 說到這個很好笑 他發放你的是國民身分證 不是公民身分證 國民跟公民是不一樣 公民是citizenship 你要真的是屬於那個國家國民 公民才有義務可以選舉 可以當兵 國民不可以 說這個就多了 那我現在回來介紹一下G7 G7是什麼 我剛才講說去年我們再一次提告之後 發生一件事情 G7 G7就是世界的 你知道一個國家最大的領導者叫什麼 領袖對不對 領袖嘛 領袖最大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 一個世界上這麼多個國家 一百八十幾個國家 最大的是什麼 領袖國家嘛 就是只有幾個而已 不可能每一個都大 領袖國家在這世界上 目前就是G7國家 G7就有七個國家 起世界領袖國家 為什麼叫領袖 它的收入比人家高 它生活水準比較高 它的武力各方面 經濟還是生活條件 對人權的重視 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指數 都有一個指標 它都是最高的 這七個國家Gup就會 因為它為什麼它最高 才有這個資格來做世界的領袖 這個國家是誰 來跟你們講哪幾個國家 等一下 這個是在我看 G7 七大先進國首腦會議專刊 介紹 來 這個就是G7 哪幾個國家 美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加拿大 對不對 還有義大利 加拿大 我講完了嗎 七個國家 先進國 還有歐盟兩個國家 在裡面 來 七大先進國家 什麼意思 你可能我還不知道 先進國家 還是G7國家的意思 就是說 既然是領袖 領袖就是 一個組織裡面最大的公園 村內都會遵守 對不對 這叫領袖 如果公園沒人聽 那就不叫領袖 這七個國家決定的事情 其他國家都會遵守 包括聯合國都會遵守 所以有另外一種說法 說 G7國家就好像是 聯合國裡面的VIP club 來 那我們就看這G7國家 你看 連它下面寫的字 The G7 makes it in for VIP delegates Diplomates and world leaders 就是它出的專刊 他們開會的時候會出專刊 給每個成員國看 對不對 那你才會等於是有點像會議紀錄 事先先給你看 我們要討論的議題是什麼 我們就看它的議題 你看它上面 這就是他們討論的議題 Global politics Global development Global finance Global political global policy 全球的Global economy 對不對 全球的議題 什麼字都加上一個全球 全球 就是因為它是基設人 就是因為它領導國家 所以說的話 什麼事情都跟全球有關 你知道嗎 來 這要往下看一點點 最後重點來了 這個 所以我現在看那是說 它這個專刊的前面 有跟你介紹 它的內容是什麼 其中有一個 它寫的態度是什麼 Taiwanese government Self Determin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它就看了幾次 它寫了用一個字叫什麼 台灣人的政府 我問你 我問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 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 大家都會說 蔡英文的不是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去以為是他 會不會 你如果對台灣人說 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人 你會覺得是蔡英文 對不對 你的政府對不對 結果不是 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 我跟你講 內容居然是台灣民政府的照片照出來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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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了 曹 女性 吊 謝謝 所以G7 宣佈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按嗎 等一下 好 按一下 這裡有三張部分白 可以了吧 來很好 謝謝 G7宣布一件事情 什麼事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對不對 沒有錯 這句話沒有錯 我沒有講錯 第二個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人的政府叫做台灣民進步 這樣知道嗎 我剛才講說你會懷疑的是什麼 現在這個蔡英文的政府是什麼 名字出來 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它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它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這是什麼時候跑出來的 我們之前在講G7的時候 只有這兩個宣布 這個還沒宣布 接著在南海案 最近不是有菲律賓控告中國的南海案 宣布出來 在法案的判決書裡面 連續12次到13次 告訴你它的名字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有這麼清楚嗎 就China 你不管去參加G7 還是去參加什麼 世界衛生組織 你的名字 人家給你的邀請函 上面就寫 嚇一想 邀請函上面寫什麼 Chinese Taipei 你如果不是Chinese Taipei 你就不要去參加 你如果去參加 就表示你就是Chinese Taipei 你就是Chinese 在台北是個城市 你跟台灣人無關的一個團體 就是你這個蔡英文的政務就是這個 蔡英文所有的政務 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你不要搞錯喔 它是中國人的台灣當局 中國台灣當局 她的名字已經出來了 所以她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符合她的身份對不對 對啊 蔡英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她的身份 我們的高殺主嗎 三大人有嗎 沒有啊 你道什麼欠 就跟李登輝替228事件的人 受難者道歉一樣 你神經病啊 你台灣人你道什麼欠 你李登輝道什麼欠 你的祖先有台西歸台灣人嗎 二壞那時候你的祖先有組織嗎 沒有啊 你李登輝道什麼欠 這種道歉我們不接受啦 真正殺台灣人的人才需要道歉 那不是 就是中國人嘛 對嗎 我們的三大人是中國人的祈福嘛 台灣人是中國人嘛 應該是他們道歉 不然是台灣人去台灣 所以這人台灣人 他就拜託 沒有 他因為他是中國人 代替中國人跟我們道歉 因為中國人不賣道歉 所以你台灣人 加進去他的團體裡面 替中國人向台灣人道歉 你知道嗎 台灣人回到這種程度你知道嗎 亡跟這種程度 你是受難者 遭到加害者的身上 替加害者替受難者道歉 台灣人歸掉了 歸到亂七八糟了 我跟你說 太慘了 沒有比這個到慘了 逼海者 替加海者去道歉 你莫名其妙啊 所以最後只有一個證明 證明是什麼 你人動的就是這個中國政府 你現在說 不管是民進黨 台人什麼連的都一樣 什麼時代力量 你都是中國牌 我告訴你 來 台灣人看不見 來 這叫中國牌 這也叫做中國牌 這才是一個台灣人的牌 這兩個都中國人 你不要用台灣人 裝作你是台灣人 不要用台灣人 這兩個台灣人 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在做這種事情 在代替 那時候你也怕一下 為什麼他做每一個動作 都在配合中國 你本來就配合中國 中國說 南海 太平島是他的 對不對 你被套過下面的人力量 所以國台辦說 你台灣這 蔡文靈政府 我們要一起來維護主產 對不對 誰給你主產 我們這個主產是日本天皇的 美軍在那裡 怎麼會變成你的主產 你為什麼跟他一起講 一樣的話呢 很奇怪 合理 因為他就是中國台灣黨局 所以他做的事情 一定是符合他的身分 所做的事情 所以你課綱也不會改的 也是中華民國的課綱 也是你的祖先對中國來的 一定是這樣幫你改的 跟事實完全相反 目的就是要鑽領台灣 要替中國人把台灣吃起來 要把台灣人洗腦 對不對 現在事情好笑 台灣人要怎麼洗腦 我問你 現在事情都已經翻開了 你們這些人還繼續騙台灣人的目的 是什麼 民進黨 過去中華民國 國民黨已經走了 對不對 變成很小的黨 你去承接人家的中華民國 下次法院訴訟的時候 請中華民國出來答辯的時候 你蔡英文你這個台灣人就走了 走了 走去答辯了 你很好笑對不對 很好笑啊 真的主事者走了 找不到原來那個人 因為有人替他承擔了這個 概括承受整個事情 民進黨 真的接了這個政權的組織 那些事實在有點抬擺 真正的好康是你要買的 就是黨產 黨產也沒有了 那你去接這個殼做什麼 老闆就是在過去幾年裡面 已經把事情都刷到沒了 扛掉了 現在你要討論什麼 你要愛什麼 你們在那邊操作什麼 接下來有很多的負擔 是你民進黨沒那麼多負擔的錢 你如果不會出的錢 過去中華民國在裡面 盡量幫你散財同志 搶錢搶到繼續維持他的政權 現在錢搶到之後 你相信國民黨的財產 真的只剩下十億嗎 會騙笑嗎 但是你都追不回來了 民進黨你從頭到底在忙什麼 你刷到整部 我撞到幾年 最後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沒時間再講他們了 這G7國家 就是加拿大 France German Italy Japan United Kingdom 我剛才講不會去講一個日本 那就在日本舉行 來 時間沒多少 我盡量講 這個土地跟兩種人 就是最領先跟比最領先 講到這個 因為我今天還有一些蠻有趣的資料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一個禁止 第一次要把台灣人生腦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整套歷史給你換掉 用中國人的思想改變 中國的歷史 所以我要把台灣人說 先做第一步 就回到我們的歷史 然後我們開始講 現在 先講這個故事 所有過去 所有的人類活在世界上 都是用一種形式出現 部落形式 Tribe 部落 部落有什麼東西 跟高砂族有部落 很多家庭住在一起 為什麼住在一起 因為共同的水源 還是打獵的範圍 還是種植的範圍 躲到上面 這樣比較好 互相幫助 對付大自然 求得生存 以後世界上就有很多部落 我現在說六萬年前 十幾萬年前的人類 全世界的人類都一樣 用部落形式 後來這部落跟部落就形成了 部落部之間會渡到 那想渡到的 部落跟部落碰到在一起 會怎麼樣 會修台 但是不是跟修台 它有兩種情況 除了修台以外 還有另外的情況 鴿沙會 變成更大的部落 其他人才不敢欺負你 對不對 所以後來部落 越大越大越大 到後來變什麼 輕人 王國造出來 很多部落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因為越大沒人敢給你 支援越多 所以後來變成 講條件大家都講好 變成一個 王國 日本一直沒有 不同的藩 還是中國那裡也有不同 歐洲也有不同的王國 那種城堡 那就是國的形式 這些國還不夠大 越來越大 變成一個什麼 國家了 這個一戰的土地就相當大 就不是一個王國可以 所以你看 大英國 大英國協 就是很多的國 很多小國 大英國協 有英國 還有什麼 愛蘭 對不對 有蘇格蘭 叫做大 The Great Britain 對不對 United Kingdom 聯合王國 德國也是 二戰之後 慢慢從普魯士帝國 慢慢合作 合作 對 歐洲 現在要做一個歐盟 那也是不同國家 要合作一個國 比較大的 因為知道美國那麼大 中國那麼大 當然歐洲來合作 沒有辦法對抗 所以歐洲就會形成一個大的聯盟 叫做EU European Nation 對不對 那個歐洲歐盟 我剛才講這個 部落跟部作之間 手排都準備做什麼動作 過去都殺光 不會流火口 為什麼 怕你走出去之後 土地會保守 老年生過那麼多 不用十幾年 就土地會保守 所以如果要抬都抬得乾淨 但是後來覺得這樣不對 抬了之後我土地變大了 人變酒了 要怎麼辦 所以他會想一個方法 把你老老父母都留下來 男朋友的比較聰明 比較用的 像男朋友的老人都留下來 老來做什麼 每天叫你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這就是努力 努力 努力 把你下來當努力 你知道嗎 這個人本來是有頭的 為什麼過去有頭 過去有效忠對象 效忠你這個部落是有頭的人 你現在去把頭鎖掉 你部落的酬長被殺掉 所以過去都要把人家殺掉 我以前說這個沒有人相信 你現在看IS是斬首行動 都把人家的頭鎖掉給你看 就是把你頭切掉 像是純心姑娘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叫做無頭的人 這人人是無頭的人 不是說真的無頭 是說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過去他效忠的部落 效忠他的祖先 現在用人家去做奴隸 他每天就做事情 做工而已 賺錢去養他們的主人 這年我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Recycle Man 資源回收人不是真的去 扣本手的那種人 你這人本來是扣本手 你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又是奴隸 又是資源回收人 又是無頭的人 有不同的名稱 過去 部落戰爭在政府對方之後 會做什麼統治手段 很簡單 宗教語言信誓 改變你的宗教 改變你的語言 改變你的信誓 這就是過去台灣人遇到的事情 台灣人啊 你現在生錢 他生日 他生日 那都不是你的生 那都由中國來的生 我們就是 平坡織跟高山做的後台 躲了這個土地四萬年 不要跟外面有染過 是後來有到要跟中國人做生理 大清帝國不算統治喔 拓殖台灣一百多年 他根本不想跟你打你 打不贏他 所以他做幾個 直接宗教語言信誓就一次 你要做生理 你來講我的語言 所以以前的篇步 就開始真早 就賀中國人的語言 台語、客語都不是我們台灣人的語言 也是由中國人來的語言 我們本來是華納 我們說西來亞語 隔馬蘭語 不同的族有不同的語 為了要做生理 就開始賀人的語言 顧起來 人是強勢文化 你就以為說對方的語言 比較高興 照樣做生理 比較好賺錢 漸漸你就去換掉了 就是這樣 這就是過期的台灣人 這一個土地很簡單 讓你知道 這就是四萬年前 我們台灣人的祖先 已經來到這個土地住了 中間經過幾萬年之後 到日本 十三、十四季 十三、十四季 幾百年 最近幾百年 才開始 有日本、西班牙 給我們 大清帝國 給他們做殖民地 我們叫 佛摩莎是 葡萄加人 叫我們美麗的島 才開始 這是歷史 不管這是什麼國家來的人 我們有一個名字 叫做什麼 Predator Predator就是掠奪者 這隻叫做掠奪者 要來唱 要拿什麼就拿掉了 Predator 說一個比較粗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你知道嗎 掠奪者就這樣子 你殖民地漂亮 有很多的物產豐富 我掠奪者 我害得把你唱 唱給你拿掉 等你沒有資源 我就把你放散 就是我講的這個東西 過去殖民得罪 殖民地的態度 就是這樣子 大清帝國對我們 也把我們當殖民地 所以以前 美軍來到高雄 平通的外海 擱淺 純沉下去 頂管的水手 跑去求救 來到岸上 一上岸 全部被我們高朝族殺光 殺光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當然美國就跑到大清帝國朝廷去抗議 說你把我們人都抬掉了 你就要賠錢 不會賠款 你知道大清皇帝怎麼說 那喔 那不是我們人 那是化外之民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那不是我們人 你如果要抬要怎麼辦 隨在你啦 所以第一次 台灣人 跟美國人簽訂合約 你知道嗎 我們高山儒跟美國人 簽訂合約 不可以這樣抬 這是標識級的事情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如果有好康 他都會愛 如果有壞事 都會挖得禮禮禮 那就是大清對台灣的態度 當時把你當作疑的人 不是啊 他就是要愛你的主管而已 所以所有的殖民者之間 也會互相開始打架 最強的拿到手 最強是誰 最強是誰 大日本帝國打敗大清嘛 那不是 對不對 不到一年的時間 大清打敗 打敗之後怎麼樣 各地陪館 跟台灣拿到手頭 換作他拿到 日本人拿到 這次跟過去的掠奪者 不一樣 什麼 都要不一樣 他要真的把這個土地變成他的 就好像男生過去 真的要跟你結婚的話 男生怎麼對女生 請你吃飯 送花 把你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把你取進來 對不對 對喔 所以大日本帝國對台灣的態度也是這樣 50年 黃明化 改變台灣 建設 到處建設 把台灣做得很漂亮的地方 把那時候 變成亞洲國家 僅次於日本的先進的地方 台灣在各地的時間 因為這個帝國的厲害 把我們做成這樣 在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在台灣 產生了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那就是結婚的動作 前面把你追求 到最後跟你結婚 簽約 從此以後 日本天皇 保護他的台灣臣民 換取台灣臣民對他的效忠 就是 憲法實施這個動作 就是從今以後開始結婚了 有些人跑去公正結婚了 不會再離婚了 不是現在想說可以離婚 不會有任何隨便 國家跟國家之間 已經簽約 已經變成他的神聖 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我說 台灣的 這個土地的性質 已經permanent change 永遠的改變了 你知道嗎 有人說 永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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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也是日本人 為什麼中國人幫我管呢 很簡單嘛 我們戰敗 二次世界戰爭 我們輸了嘛 輸給誰 美國 美國人這個很夭壽 過去跟你招待那些雙子 再招待一次 再招待一次 大清帝國 現在換了中華民國 中國人 支那人 再招待一次 再招待一次 所以我們看得很慘 所以我招待美國 過去你的中華民國體系 招待不了任何東西 但是你招待美國 對 因為美國才是這個土地的主要 佔領全國 你招待它 他現在就招待了 就這麼簡單 當然要搞清楚 我到底是誰 你到底是什麼人 很簡單 有幾項事情 你來創我清楚 我是什麼人 白骨 你新骨老的肥 決定你是什麼人 對吧 所以你說我台灣人 我都沒有懷疑 我們在座各位都台灣人 對吧 但是你是第一國的人 你是台灣人 沒有錯啊 可是台灣不是個國家 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告訴我 那叫透過法律 對不對 所以你是佛摩山 佛爾謀殺人 沒有錯 你不要說中國 不要說台灣 因為台灣是中國人叫我們 我們最早台灣的土地有名 叫做佛摩山 佛爾謀殺人 我們佛爾謀殺人 那 Nationality 你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Empire of Japan Great Japanese Empire 大日本帝國 這是我們的國籍 走不去的啦 沒有人可以把你的大日本帝國 剝奪掉 國籍拿不走的 變不了的啦 已經是結婚就是已婚的人了 你就是他的太太 他就是你丈夫 就這麼簡單 沒有其他條件可以把你搶走 就這麼簡單 國際法 我用這個觀念跟你們講 另外 Group Identity 就是你這個族群到底要認同誰 這個你不要弄錯 再真正開西修塔一尊 你不要搞清楚自己是誰 替錯的人打仗 這就牽扯到你 雖然你的身份是對的 可是你的腦袋不對的時候 也出問題 現在台灣人就是這樣 你的身份很清楚 你知道自己是日本人 但是你認同中國那時候你就慘了 你拿中國人在手臂 你不是拿日本天皇在打仗 所以我說台灣人 你不可以為了一口穿飯 就把你祖公祖母都賣掉 不要這樣 這是科學證據 過去中國人用騙的方法 跟台灣人說 你們的祖先從哪裡來 沒什麼沒什麼 我現在用科學看的禁句 不光是如此 待會還會講更多更有趣的事情 非常精彩 這個怎麼樣 我問你 你們 財產要奔奔 你們家沒什麼錢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你如果財產要幾千億 裡面的DNA 因為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情 染色體複製 你爸爸的一半 媽媽的一半 生出來小孩子 所以你們生的兒子還是女兒子 長得不是像爸爸這邊 就像媽媽這邊 如果像你們家隔壁鄰居就很奇怪 聽到有沒有 一定是這個系統 因為你身上有DNA 基因來決定你長什麼樣 講什麼樣子 頭腦什麼樣子 基因嘛 那叫做DNA 科學 現在不用抽學 像棉花棒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你送到實驗室 就把你擠上億對染色體 基因的排序全部跑出來 這是國家地理頻道做的一個案子 主持人叫做Dr. Spencer Wells 他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用棉花棒口腔刮 送到實驗室馬上給你列出來 全世界他現在抽了將近快90萬的sampling 90萬人接受他的測試 然後他就告訴你 他就這樣子畫出一個圖 我跟你講 傳統接待染色體複製的過程當中 他會發生一件事情 有時候歪掉 有一個染色體突然突變 幾億對難免會有一個突變 這個突變就變成 你所有從你身邊生下去的後代裡面 都有這些突變 突變不會在同一地方突變 你一突變到下一代都一直傳 突變下一次換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那個突變那個點就變成你的一個記號 表示你是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去 所以他把整個人類的度都照出來 人從哪裡來 從哪裡去 這百度照出來 這個圖裡面有很多山 山裡面有箭頭 箭頭在最尾的到哪裡去 那你箭頭的開始從哪裡來 你就知道人類從哪裡來 現在活在世界上的所有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所有的人喔 這是箭頭尾端就是最尾的到那裡 主頭是從哪裡來的 你可以看看 哇 生到尾了 對這裡啦 非洲啦 非洲 所有的人類今天活在世界上的 只有一個同一個出處 人類不會同時進化在世界各個地方 只會來一個同一個地方 就是非洲這個地方 六萬年前之前有沒有人類 我不知道 當然有 但是為什麼六萬年的那個時候 開始細算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一定有一個理由 讓它開始往四周圍跑 那時候就開始走 有的往歐洲走 有的往海這邊 有的往內陸再走 有的往內陸再走 你看到嗎 有人說 大山老師你說的有什麼 我要知道台灣人從哪裡來 好 我們來看台灣人 這裡有一個線叫做M174 從非洲六萬年前之後 出去了 這叫做南夜門 最近在打算南夜門 非洲北部啊 中東的南部 南夜門 再來呢 走到印度 印度喔 印度之後走到 印尼馬來西亞這裡 馬來半島南部 時間 現在接近四萬年 差不多五萬年前 來到這個地方 爪哇島 再來走到哪裡 就來我們台灣 台灣 接下來走到哪裡 日本 你這樣想 以前有一個人 離開非洲的時候 有人來到印度這個地方 覺得很漂亮 就老來了 就變成印度人 今天的祖神 不喜歡的人繼續走 就來到馬來半島 不喜歡的人繼續走 來到台灣 所以我們祖神四萬年前 來到台灣 看這個地方很漂亮 沾下去 開始生團 就變成現在 我們台灣人 他就是我們的祖神 台灣人 如果不喜歡繼續走 就走到哪裡 日本 日本又不喜歡 再走到哪裡 所謂的歐亞大陸的東半變的北部 那時候你不知道講什麼 韓國都沒有那種人 都沒有那種國家 我們現在說 四萬年前 到這裡已經三萬年前 最後就走到中原地區 最後 在哪裡 西藏界的地方 這個地方 現在號稱叫做中國 其實很多人在那裡 你看有隊長來 有為蒙古下來 有俄羅斯下來 有離海的黑海 這麼多人 有從印度這邊上去的 什麼人都有 那時候時間點是兩萬年前 兩萬多年前 十幾種人 來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大陸 部落開始燒台 對吧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中國人 今天的中國人 就是大雜種 雜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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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那些雜種 隨著 交配產生 偶帶 對現在的 雖然他努力的 要保持他不同的種族 但是已經染得很狹態了 誰是雜種 他們是雜種 所以韓國人那時知道 這些科學證據了 很開心 道歐 WHO 他們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的祖先去到要死 當然咧 中國人裡面有一部分真的是從韓國去啊 對不對 科學證據嘛 問題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去的啊 日本人從哪裡去 你知道嗎 日本從哪裡去 台灣去的啊 這件事不是我說 我四年前講到你現在還不相信你們就完蛋了 來看 日本人自己研究的啦 我四年前就在講這件事情 最近日本NHK你看 日本終於醒過來了嗎 三萬年前的船航徹底在線 國立科學博物館 新的冒險的企劃 計畫主持人是科學家耶 日本人現在開始追 他的祖先是從這裡來 從台灣來的啦 現在在做啦 你不要把我講的話當假的齁 你要搞清楚你的祖先 日本人祖先對這裡 中國人祖先對台灣去的 科學現在就在做了啦 你看 這群智辣人掌控的媒體還在扭曲歷史 他們已經開始做準 要來追以前三萬年前是怎麼來到日本的 經過宇納國島 你看 兩萬四千年前 三萬年前 三萬六千五千 你看 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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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現到裡面的那些 磅裡面有人住在裡面 骨頭拿出來 用碳十四翻了去走 喔 三四萬年 時間跟我們這裡剛剛好一樣 你知道嗎 跟我講的這個歷史有關 你知道嗎 這張圖不要開玩笑 我跟你講的時候不要開玩笑 來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是記載我們的生物的DNA裡面 不是用故事給你編的啦 不是中國人給你騙的啦 用假的歷史給你編造給你騙的 所以誰人就要跟誰人擺 中國人就要跟我們擺啦 他的祖先對台灣去的 你知道嗎 受不了是不是 受不了你自己要重新洗腦 用科學來洗掉過去中國人跟你騙的謊言 所以每一次的親民坐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被做了 你被什麼做 你被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你真正的祖先在這裡啦 中國人的祖先在台灣啦 台灣人的祖先在馬來半島這裡 還早就飛舟啦 那中國人要拜來台灣拜 不是聖宗最遠 不是追到中國啦 那時候中國人知道這個人去了 我說你們中國人哪有中國人 漢滿門回帳門 你是雜種嘛 對不對 是啊 承認啊 因為官方的人種就十幾種啦 幾十種耶 你說到底是中國人嗎 沒有啊 世界上沒有中國人 中國人是政治名詞 要把你們騙的 全世界沒有中國人這樣 他是一個國家嘛 這是定義出來的嘛 中國之前不叫中國啊 叫大清啊 是滿人啊 秦朝也不是漢人啊 武胡亂玩 蒙古人也不是漢人啊 都不是啊 三星堆那邊也不是漢人啊 突厥人也不是漢人啊 什麼是漢人 沒有漢人啊 如果有的話我告訴你 請你把漢人的DNA定義出來 用科學證據喔 有這種DNA的叫做漢人 我再抽我的血來跟你對對看 你根本定義不出來嘛 因為他也是大雜種 定義不出來 反而台灣人的血液是定義得出來 因為我們相對單純 你知道嗎 我們是有根據這個脈絡在走的啊 相對 我們有的絕對單純 相對單純 因為四萬年沒跟人家混啊 是最近幾百年 幾百年不會改變幾萬年的事情 你放心啊 所以中國人的祖先從台灣去的啊 你都要把我們擺啊 你怎麼搞錯啊 他說好啦 不然我們不要說中國人 我們都是華人 什麼叫做華人 你說講華語叫華人啊 好啊 請看到 你講的喔 講華語叫華人 那你講英文叫英人對不對 印度人也是英國人喔 新加坡人也是英國人啊 胡說八道 對不對 澳洲也講英文 美國人也是英國人喔 這就揮起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語言不是定義一種人種的方式 你說什麼話 你講華語的你不是客人啊 你說華語的你也不是華語人啊 你是什麼人 由你身上流的血來決定啊 不是用語言來定義一種人種 那是很老闆的啦 太沒有科學觀念的人 你身上流的血告訴你 所以這個 他講的話就很有意思啊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DNA裡面啊 那真準的啦 過期日本人搞不清楚 所以他才覺得最近才開始做這件事情啊 我這邊演講四年了啦 我說四年了啦 日本人過期也是由中國人騙 所以一直覺得他祖先要不然從蒙古進來 要不然從中國這邊進來 胡說八道喔 你用DNA來看好不好 所以最近這一次的project 他才開始把人類學家研究DNA 你看這個人 他是DNA的研究者 其他都是什麼考古 考古沒辦法讓你找到人類歷史啦 考古是一種 先建立假說 然後蒐集考古證據 先編一個故事 但DNA不是這樣子 好 我現在不要講太深了 時間點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好啦 六萬年前離開非洲有沒有 先到澳洲 然後到台灣 最後到中原地區 圖都在這邊 所以我們用考古 應該是說考古證明了科學DNA的證據 科學裡面有一個DNA的發現之後 它是更大的picture 是架構 所以你考古就是證明了這個 而不是用DNA來證明你考古的結果 不要倒過來了 這個你看 好 我們跳過來 再講一些其他的事情 有沒有看過這種超人 有沒有看過Marvels 超人節目 沒有看過這種 有手機在想是吧 就是沒有投的人 他身體功能很強大 像超人一樣 你們來這邊上課 以後就要做什麼事情 做民進務的官員 對不對 我請問你們在座各位 你一定沒有 關架遲到100人 1千人的公司 老闆沒有坐這裡 上次有一個童星嚇手 我說我有關架2000人 我說 喔 真厲害 他說在中國那裡台商 他說我的工人兩千個 他說兩千人還是不夠 為什麼 現在台灣民進府的官員四千人 要管多少 兩千四百萬人 一個人管六十萬人 你管兩千人不夠 要管六十萬人 怕死 來 你覺得突然這樣 總共要管六十萬人 你有辦法管嗎 你會煩惱嗎 你會安排工作 你如果考上郡守 就是幾十萬人 如果是知識 就幾百萬人 你怎麼管 你會煩惱嗎 會啊 你有需要感到自卑嗎 不需要 為什麼 歐巴馬以前不該關過三億人 兩億人 鄉隆做到參議員 變成總統去 馬上就去管人 是不是 表示這個國家本身 就有一個制度在那邊亂 你只不過到那個位置 原來的制度還在運行 他要的是忠於這個國家的人 來當總統 有這個智慧判斷力做決策的人 不是叫你去做事情 做決策 做決策後面要有一個腦袋 要有一個價值觀 要有一個判斷的能力 才能當領導者 對不對 我們訓練領導者 訓練領導者 第一步要告訴你什麼 教授幫你怎麼把人分類 跟人分類 你不可以 阿國阿嬤全部亂做的 做決策 對不對 你家只生幾年 每個都看都不一樣 手指都拿起來都不一樣 都不是一樣長的 你教的方法都要不一樣 更何況 整個社會幾十萬人 每個都看都不一樣 每年來的人 什麼人都有 你跟人一樣一視同仁 你都是男人 你都是男人 你至少要分男生女生 對不對 男生女生你要分 這是老人還是年輕人 你也要分 分完以後 學歷要高中低 能力高中低 對不對 你是屬於外向還是內向的 對不對 你不可以把會計抓去當Sales Sales抓去當經理 經理當去當會計 這公司我們都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特質 他的特質在特出的單位裡面 或者他的職位裡面 得到最好的表現 所以當領導者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人分類 其實任何一家公司 最重要的就是人事管理 我要怎麼把人 現有的人裡面 重新排列 做一個組織 讓他得到最高的效率 用對人 用對地方 這個公司組織就會強大 分類 簡單的 現在先簡單的三個類 最大的這個 四個比較的 我現在說人 好像四個腳在走路 像動物一樣 過去在高雄 那些年輕人 晚上不要睡 職位都不要出去 人家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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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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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是用食物控制他就好了 因為他像動物一樣 你也不要小看這種人 因為這種人可能 開的是Lamborghini的跑車 住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給你吃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對啊 就那種人 那種人跟動物一樣 他如果看到要愛的東西 無關別人的死我 我會愛就是要愛 所以做那種收水油給你吃 他也甘心 只要他不違法他都做得下去 就是這樣 那種人就是跟動物一樣 你那種動物 我告訴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社會上有40%的人都是這樣子 有東西吃 他都不想找到別人去死 欸 所有國家都是這樣 40% 你越落後國家裡面的人比例越高 這種人就是為了利益 他跟你變得神奇的那種動物 比較高一隻 60%的是這種無頭的人 無頭的人 他對是非對錯沒有絕對的標準 現在問題只要實際上能夠換人錢來講都可以 都好說 這種就是無頭的人 沒有絕對的價值觀 上面有頭的人是什麼 對事情的社會對錯有絕對 Absolute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這種是有頭的人 我們現在要幫你訓練就是這種有頭的人 拜祢早有辦法做什麼 通知者 這種人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測的是小數到少數都不行 百分之零點零零多少 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就去求台灣人 這種人裡面 這種人來 我問你們有檢驗的事情 你們今天來我這裡上課 就是希望你得到改變的請給他唱 你希望來這邊上課 希望透過上課得到改變 你只有一個 兩個三個 都不是 聽好算的 可是你們舉手的人 我跟妳講 錯了 為什麼 大山老師我哪裡有錯 想想看 你來這裡最高的挑戰 錯了 為什麼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們當中有結婚男女朋友 還是結婚的嗎 有嗎 跟你們母親還是母親 到底生活幾十年了 每天講話每天見面 請問你 你有辦法改變他嗎 不可能 你每天跟他見面都不能改變他 你憑什麼你認為 你來我這邊上課兩個小時 你就改變了 不要騙我 改變思維 改變思維 那你怎麼不能改變你的老公的思維 而且我的時間那麼短 沒有沒有 等我講完 下一句合理的問題 我來上課是要做什麼 我如果不能改變思維 我來上課幹什麼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笑出來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來就是對是非對錯很在乎的人 因為在外面世界就怪怪 哪裡不對 但是我就是要來這裡瞭解這個法理 所以你這個人 過去在錯誤的土壤裡面 有毒的死亡 但是你來到這邊地方 我只是提供你正確的資料資訊 你馬上一接就通了 這就是我愛人 我在做什麼 我在做什麼 我不在改變人 我在篩選人 我在台人 不是這個台人 台米的台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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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本來就是一個 對是非對錯很 很認真的人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的人 才會聽得下 我上課 不然你現在在獨孤了 已經在獨孤了 因為你聽的一句 就表示你就是我要的這種人 是有頭對於是非對錯很認真的人 你才會自己花錢花時間來上課 那我台灣民政委在這邊 告訴台灣人 也只有這幾件事情 我只告訴你 歷史上的文件 科學上的證據 事實 跟你邏輯的推理 我沒有跟你發大名 叫你感情的追究 說台灣人要出事 我沒在說這種話 我剛才講到現在 都是很理性 平不直序的敘述 你們有邏輯推理的人 你就知道 知道我可以說什麼 不要是你本地的這種人 這就是我們要的人 這種人才可以來當領袖 才可以當Leader 我們在篩選人 篩選下面還有一個階段在篩選 現在這個篩選是在法理階段 法理我們最在乎 更贏過你法國拿法師的人 法師看到這個法理看不到 聽不懂 那種人怎麼叫法師 所以民政府起來以後 我們從新學歷重新計算 你們這種法理 通過等同於博士來處理 來任用 因為你聽得懂法理 你知道嗎 我時間不夠了 我今天要把台灣史結束掉 怎麼辦 來 我直接講到日本的歷史好了 來 我跟你說 歷史史關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作為你的選擇 選擇會採取行為 行為會決定命運 我過去念這句 不能念幾次了 現在越來越成真了 史關就是你看待台灣歷史的觀點 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站的立場 你是要站在台灣民進府的立場 還是要站在中國台灣當局的立場 你能看嗎 立場左右的選擇 選擇會採取行為 現在蔡英文去宣戰這就是行為 最後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台灣人就是因為這樣分作兩關 一個我中國去 一個留在台灣 台灣民進府的人已經起來了 我們已經做了選擇 我們決定我們的命運了 你現在就是拿台灣民政務有ID的人 你不要小看你這個ID的身份 這就是60萬人 這30萬人而已 我剛才就看了 30萬人而已 60萬是這兩輩 你要做地殊關這個 這個人要怎麼關 請問你來做台灣民進府的官員一尊 請問人民的聲音最大的請舉手 你認為人民人民的聲音最重要 聽起來怪怪喔 我跟你說錯 當然不是人民 所以這裡面有60萬人 30萬人 每個人都他的聲音 你要聽誰的 人民最大的意思是說話 他就要聽話 你就叫他藝術做 每一個人藝術都不一樣 你要叫誰做 沒有在調 所以誰最大 最好誰最大 議員自己最大 對不對 誰選上誰最大 他決定人民的未來 所以不要跟他好笑 就騙 過去就騙三票 你不要相信這種事情 民主 民主只是一個授權的機制 而不是一個管理的機制 聽要清楚 民主是一個授權 把權力交出去的機制 而不是一個管理機制 如果民主是一個好的管理機制 公司行號都用民主票來決定就好了 明天要買什麼東西 大家投票決定 經理請誰投票決定 拜公司要怎麼走投票決定 休假休幾天投票決定 公司就倒了 那不是 你要這樣算就是這樣 民主怎麼會是一個好的機制 民主絕對不是 如果他是這樣變成 劣幣驅逐良幣的機制 大多數人決定聲音 投票決定 不要開這個玩笑 以後再講多一點 今天不講這個 我們要配 為什麼我就要跟你們 短時間跟日本時代 因為我這台灣時間 也跟我這部份的人在說 蔡英文很愛跟人說 台灣有民主選舉 台灣還有民主選舉 沒有 為什麼 台灣這個土地有兩種人 這麼多人 怎麼可以南州會做選舉 那怎麼叫民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兩個利益互相衝突的人 怎麼可以一起選舉 如果要這樣算 很簡單 美國跟俄羅斯人 南州會做選舉 你美國人 怎麼會跟中國人 南州會做選舉 選美國總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同國家的人 不能南州會做選舉 什麼叫選舉 這一群人都同樣的利益 再做一些合作會 大家都知道 為了這個土地好 觀點不同 所以用選舉來決定 到最後怎麼做 但是你如果是敵人跟被害者 南州會是要怎麼選舉 利益都不一樣 一個是敵人要吃掉 一個是怕別人吃掉 怎麼可以選舉 選什麼 選出來是什麼人 這台灣人過去都會被騙 對不對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人 我們來選舉 不是 這個土地只有兩種人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美國你的國務院的人搞清楚 這個土地有什麼人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你是佔領者 他們是代理佔領者 台灣人是被佔領者 沒有選舉 不應該有選舉 歐巴巴也聽得清楚 來 我再聽 沒時間講這個 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趕快補日本日本時代 過去的 大清帝國統治走半邊 你以前說鄭成功 佔台灣 你知道鄭成功的勢力範圍 只有這麼一小塊 其他都不是他管的 鄭成功沒有一種能力 也沒有那個軍隊 也沒有那個預算 根本管不了台灣 你知道嗎 歷史給你扭曲 騙台灣人說 鄭成功佔台灣 沒有啦 佔台南嘛 他基準的其他勢力 在不同地方 你知道嗎 真的勢力範圍是這樣 大清帝國沒有保款給你 你憑什麼派人出去 你哪裡來的心想 去發給那些人 去幫你去佔領 不要開玩笑 來 大日本帝國 在下官條約之後 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就派總督來到台灣 關台灣 你看他做什麼事 來 189年 明治28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記 這就是每一個總督的照片 第二代總督華山之記 第二代貴太郎 乃木西連 鵝魚元太郎 這個多一個照片 什麼人 後藤新平 歐多新北 來 這時間點是這樣 1895年 1896 1898年 做很多事情 你看 軍政轉民政 領台三後 諸稅檢免預告 地方官制 為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 開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禮番制度 醫院設置阿騙制度 教育制度 有變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渡量衡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銀行要進出 為什麼 建設要花很多錢 都要有錢一次 你看 做到1898年 已經什麼 基隆高雄港 主港 開始要做鋼口 全島鐵路建設 三角 現在igi 大陸 自由 超級露 rescue 幾百應該 台電現在出現了1918年 縱貫線鐵路中部海岸線開通 第八代總督黃太子電 為什麼要說這個 田建治郎那一年鴻太住有來臺灣 1898年 為什麼要說到他 那時候台灣人有一個人在日本陶座的社會社會主義 社會說台灣很亂你不要來 對對怎麼會這樣說 但是這個總督是這樣說 說台灣最好法是在當中的學生 在台灣沒幾個人是社會主義 不然很危險 但是一般的台灣人是非常的忠實順良 敢於是同仁聖恩 沒危險你可以來 這總督說的話 我跟你講這句話跟過去 通在台灣的大清帝國的官員 說的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過去大清帝國怎麼說 中國人 支那人怎麼說台灣人 男無情 女無異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就是說台灣人一天都會亂 你聽我這個是什麼意思 現在是本人的總督的眼睛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文順那麼乖 那聽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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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這個有什麼事 我說說一句話 女生過年的時候回到媽媽家 媽媽會問 你在那個人家是過日子有過嗎 那個女兒當然有時候有 真的好 當然很自然的就講很棒 但是有些女生愛面子 就跟媽媽講過很好的 但是那眼睛撈出來 那不要是過不好 騙不了人的 你懂得我要講的意思嗎 你如果丈夫真的對我好 我是很自然的 他不會跟你吵 為什麼要吵 我幾句就過好幾句 為什麼要吵 除非你給我祈福 我才會給你換 所以過期台灣人 為什麼要跟大清帝國換 就是你祈福台灣人 你祈福得太不合理 我們一支過不下去 我才會跟他吵 跟他吵 對不對 但是本時代 所有的台灣人一支過得很好 生活水準 來 告訴你 這過去的台灣人 長得好不好看 我跟你講 任何一個人都比在座各位 女生穿的衣服也比你們現在 高級的法國定制服 你看 我現在說1922年的事情 1922年 很多人都比台灣人 是生成這樣 你會覺得你貼不合不 那這不是公共機器官嗎 不是公共機器官 這是還在土聰明 做醫生的 很多是我們親情 叫做家媽生 他們去哪些學校念書 你看 鹽水龍 鹽村安 吳錫元 柯維師 柯維師 你剛才說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那是公共機器官 不是啦 輸人啦 日本時代 出國留學的 有20萬人 20萬人出國留學 日本時代 平均的教育普及率 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先進國家之類 日本人的大清延 落後地方 馬上給台灣人 改 脫胎萬骨 變成先進國家 走那麼多的台灣人 走那麼多 我就給你看照片 這就是杜聰明 以前是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 1920年的時候 去留學歐洲 日本 美國 這就是黃曹琴 他們的老婆 黃曹琴 你看 他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都有啊 在哪裡 YOU OF COLOMBIA 長春人的學校 你看 他們都在Champaign 那時候 大家都已經叫全世界去留學了 我們過去誰會告訴你 中華民國怎麼會教你 中國人怎麼會說 過去的日本是在哪裡 要這麼先進 他們落後嘛 五百治國健保衛生 是在說中國人 從中國撤退來台灣那時候 就是五百治國健保衛生 他們平均市值率非常的低 又沒有好的生活習慣 連自來水龍頭 什麼樣都不知道 所以去公共銀行 去買一個水龍頭 水開起來沒有水 跑去人就打 就是中國人啊 不知道看過水龍頭 那時候 台灣那時候已經有自來水 還有地下水道 本社會不會學到 那時候的日本時代是很先進的 還有台灣 還有創一個台灣博覽會 我等一下給你看看 像美國更快 那裡面有一個怪怪的人 叫做五行造型 那時候 美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說 你是什麼人 有一個人 帶台灣人出什麼 他說我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美國人說 你要做中國人喔 好 不然你做中國人 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叫黃條金 我那時候說奇怪 你明明就是日本人 怎麼會去說這種話 我們來起他的底好不好 來 以前他去看什麼 政治學 然後美國U of Illinois 畢業 時間是1920幾年 最後他去吃頭路去哪裡吃 南京政府外交部咧 南京政府咧 你本人在找去南京政府 標示你的認同就是 中國嘛 你早就找去南京政府外交部做吃頭路嘛 你本人呢 你背叛你的祖國咧 真的台間是這個啊 出賣台灣人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相片 過去也大清帝國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了 我先走完這一段 然後再回去看 最後再回來看這照片 等一下我先看這個 這大清帝國的時代 1885年那時候 1895年日本拿到台灣 但是近前十年那時候 馬街來台灣 馬街 你有聽到嗎 當初傳教人跟馬街 當初傳教人跟馬街 Dr. McKay 加拿大人在美國的Princeton念書 畢業以後 老去台灣 來到台灣的傳教 把台灣人搬出去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壽命 三十五歲而已 二十五歲就做老伯 三十歲就做阿公 再來就死了 我們在座各位很多人都賺到了 平均生死所以你現在全部賺翻了 後來我們先看一下那個照片 你幫我弄一下 你幫我弄一下 好 謝謝 開始 你還有人來這裡就是 起病儀 起學校 主日學 那時候你看馬街博士 這裡淡水比較早 你怎麼看 這什麼 檳榔西施 買檳榔西施 你不知道 現在檳榔西施都生這麼漂亮 十幾歲的少女 身材很好 過去是這樣 覺得以後檳榔西施都換成阿嬤比較好 因為沒人會吃檳榔 你一回買都很痛苦 阿嬤我要檳榔 對不對 不像現在都是美少女在賣 大家都去買 不能促銷檳榔 因為檳榔會引起口腔癌 也不是很好的飲食 不是什麼對身體有幫助的東西 白母丹色事件 你以後去看歷史也知道 那時候這叫北白川公親王 日本拿到台灣後 有奧迪北部一次 在台灣 透過這邊 那時候一次就說 我們有禮番政策 我們的高山做公 那奇怪 那日本人怎麼走在裡面 過去 大清帝國 他站在左半邊 右半邊 他沒有載條罐 也罐不來 也不敢打 因為打不贏我們的高山族 所以那時候大清帝國只站左半邊 但是他在掛 掛給日本那時候 整個掛給人 那時候他在賣家 跟你們隔壁的家 存在賣掉一樣 這隔壁奇怪 有一個掛材 那是日本人走來 所以他會去 那時候日本人拿到手中的時候 他看到奇怪 為什麼高山族都會翻空 他會覺得奇怪 後來才知道 這不是他的土地 不是大清的土地 所以他跑去問美國 為什麼跑去問美國 因為以前 美國現在站的土地 本來也不是美國人的 那不是 本來是誰人的 印第安人的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原來是美國人的土地 總要有一套說法 你要拿人的土地 你才有一個說法 所以美國那時候的說法 是說 他們是部落形式 tribe 然後再來喔 他們是部落形式 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用征服的手段 把它拿到手中 征服啦 conquer 因為他還是部落形式 不是國家 所以他沒有什麼佔領 你不宜轉主權這種事情 我就把他藏起來 那這種國際法 是在拿破崙之後 18多年之後才有的 之前沒有 之前你把你藏起來 是後來會減少戰爭 才有國際法 戰爭法這種事情 那時候 所以日本說 好 坎坷 他就 花十年的時間 剛才你講 李番政策 李番就是 整理這群 高殺族的人 過去 日本打中國 一年就打起來 為什麼李番政策 就要做十年 因為他知道 這人 拜起天皇的臣民 所以他不會 黑白台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他一開始先通婚 就是跟他們的貴族 送來台灣 跟這裡的高殺族 跟這個酋長結婚啊 你如果結婚不要通婚了 我才開始跟你打 就是這樣 所以李番政策 花了十年 最後 一起 就把台灣 建設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真正台灣有租館結局 本人秋陶建立起來的 之前都是部落行事 不就是人家的拓殖地 真正台灣有租館 在日本天皇裡面 自己做起來 從此以後 有一個習慣 就是出草 跟人家的拓殖地 很純潤 所以日本人說不可以這樣 你看人家在園遊會 嘉年華會 你看婦女的唱歌 你們看老子 你看她的手頭在什麼 那裡就是人頭 嚇到了 這是我們高殺族的女生 1920年很漂亮 很清秀 還是很美少女 高殺族你如果順番之後 我就教你使用最先進的武器 你看 日本軍官 愛的腳都是頭目 頭目 你看兩隻腳中 都放一顆什麼 這都是人頭 每一顆都是人頭 這都是人頭 過期是這樣 所以他們這些生心 都很擔心 怕被頭被剃掉 所以洗澡都要有介護的 那時候 日本人開始要對高殺族實施教育 很拒絕 所以高殺族的人 沖在裡面 把學校的小孩子都殺光 老師也抬 剛才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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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一位 一位 二位 三位 六位 第一位 第三位 你看女生 每個都很漂亮 每一個女生 都有氣質 你看她那個臉 臉 沒關係 三山路 剛才這是台北公飛燈 以前說中山堂 不說八道 公飛燈 台北市民一人叫一口氣起來 這是三山路 有開車道有慢車道 以前台北市南山國小對上南門國小 華山小學對抗賽 那時候台灣四個月 每一個地方都有球隊小學 每一個地方都有棒球帽 都有棒球裝 有手套 有棒球棍 有球 有隊企 有教練 有領隊 就是這種普遍的棒球運動 才有辦法最後打到Kanon 打到甲子園的Final 最後的冠亞軍決賽 你不可能會鄉雄走 你不是紅葉棒球隊 把你黑白說用棍子去撞車頭 去打車頭 不可能 那是難民才這樣 日本時代每一個小學 都會組成棒球隊 那是全民的運動 過去也有公車 那比中國跟先進不知道哪裡去 日本時代 台北火車站的前身前身 超車的運轉 以前建中的學生 建中的學生 霸氣 博物館 管前路 火車站走到哪裡 這橫陽路 以前不是最近的 過去的相比 這是北斗的火車 以前的 台灣博覽會 在台灣辦博覽會 第二期的台北火車站 你看 以前大學育科的學生 日本時代 都兩條線了 他們在做什麼 臨咖啤 補粉 在念詩 排句 日本時代有排具 日本時代有詩構 日本時代有詩排句 沒有什麼中國人那時候穿得很時髦 不要受中國人的影響 在新竹的族東鄉下 日本老師帶在哪裡 新竹火車站台中的公園 那時候大日本帝國海軍下來的時候 招待綠川 我們要放影片了 天皇來台灣 日本時代 新竹台中酒店 來幫我放你的影片後面幾張 台南女中的照片 台南陸中 台南師範學校 來我要放那個影片 你看 高雄軟式棒球比賽 原油會 高雄水產試驗學校 屏東 以前出去出遊 來放那照片 影片好了放影片好了 南進台灣 南進台灣 開始放 怎麼沒有動 你要按一下play一下 按這個地方 按play一下 按這個 按 按 按 關前面的山嗎 前面的就好 嘘 按 按 按 開 按 按 這是我日本的富泉泉的泉 日本領土之中只有一種熱帯及亜熱帯地 臺灣的領友是明治28年4月17日 下閣条約是締結後 我領土成為同年6月14日 蒲山海軍大将是第一代総督として赴任 台北上に入り同17日時野久野江氏団長にておわした 北白河宮義久親王殿下の御大輪を仰ぎ ここに総督政治の始政式を挙げ 次来四十一世相今日の絢爛なる文化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 海嶺前の台湾は新国政府より地外高等として放置され その住民は互いの民とされておりました しかるに海嶺と共に日本は これに忠量なる帝国親民をもってどうか区域に努め その子を虚しからず開嶺を数年ならずして 武器の反乱を沈呈し 産業の指導奨励、鉄道、公安、交通の建設改修、中心事業、衛生の完備 出水管外事業、利盤事業、教育普及に、地方制度改革に、軍事に各藩の事業は着々整備し その成果をあげ次に今日のごとく全く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核のごとく短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あげたものは これ必強我が皇室の一致、同人の傾宅は申すまでもなく また官民一致、効力の… 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 台北市は元城内万華大道亭の明治44年8月、未曾有の台風襲来によって 在来の品式家屋の大半が破壊されましたので 当局はこの木に淡水側岸壁の築造を完成し 城内を巡る城壁を盗門で取り壊し 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すなわち三線道路を設け 三線道路を設け、一緒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 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いわゆる城内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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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藍研究院 台北北 台大醫院 日本時代的QO 台灣總督府高通 這是郵政局 對面就是台電 這是以前總督府的後面 中藍研究院 中藍研究院 以前的Key的房子都很漂亮 現在有一個 Style都很像 待會可能要跳一下 待會我再跟你講 這是橫沿路那附近 台北駅 這裡有人力車Taxi還有公車 待會你走 這是林志橋 這公車叫到買的就是 營餐 現在的營餐 會比較是雞人河 前陣子就有18樓 以前叫做表餐道 這是博物館 對 對 都在那裡 這稍微跳一下 這跳一下 這在大廚店那裡 以前阿婆 有八腳的 來 稍微跳一下 這跳一下 阿現在 原那個營餐給他百度 喔 白頭 阿這是高福林 營餐高福球場 日本時代就有高福球場 喔 那時候就打高福 阿這是新竹 喔 新的地書 阿要給你看 主要是要看這裡 齁 做地標 茶葉 那時候是製造 給你看 齁 機器 都機器在製造 你看 生產線 你看看 齁 那時候 就是這樣啊 阿公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 台灣那時候很進步 茶葉 日動紅茶就是這樣啊 生產過程 你去看就知道了 非常先進 阿在台中 你看 看一個街道 你說有漂亮嗎 你看街道 電燈 那個基礎建設 都要做得好 你才有路燈嘛 很漂亮嘛 齁 台東中 齁 地書 齁 台中公民 他是不是放太大 他影像是 超大齁 阿這是 日月潭的發電 齁 這日月潭 宮殿 南北 這台南 稍微跳 去 台南 齁 這家庭 這家庭 家庭 家庭 你看 家庭 齁 齁 我們現在看了一些 唐葉 台灣的唐葉齁 齁 齁 日本時代 帝國唐葉 就是會是齁 做唐啦 日本時代 把你建設起來齁 唐葉 台灣就是主要產地齁 中國文化的程度 是 都能解釋 解釋 你看 那時候就用這個 那時候呢 耕作就是用機器 在耕作 日本時代 1929年就是這樣 那時候 中國想都不想想 日本已經在使用 機械化 跟耕作設備 一人当たり 13 10萬匹 就增加 但是 東南修進 日本的 世界強國 我們一大 帝國 東南修進 都按照 帝國的水準 也走 還有做 酒精 用甘蔗 還可以提煉 酒精 變成燃料 還有實驗室 你看 很實驗 提煉 加南大俊 烏山流水庫 因為 發田雨衣 台灣的 台南酒 然後有品 你看 灌溉用水 一年 一年再發動 變成三種 大俊進攻 米、甘蔗 都大量生長 現在去打扣 高雄 飛車 你可以去看港口 那時候的高雄港已經這樣了 日本的高雄港已經很漂亮 整整齊齊 你看 規劃得很好 那不是落後國家 這麼多人可以知道 你看 沿著海港 港長 去的很 在祭典 祭典 在高雄 在高雄 艾森六 尊 日本、台灣 都在哪裡 都在哪裡 還要飛機 還要飛機 還要地下電欄 這一台無線電話 南京政策 台北飛行長 高砂主委 好 我們今天上課要上來這邊 請大家繼續堅持下去 把我們的廚具片上完 OK 晚安 謝謝 我們感謝那個大三講師跟我們講課 那我們這一節上到這邊 我們現在9點可以到那個廚房那邊 有那個餐點 可以吃一點餐點 吃完了以後就可以休息 那明天早上再上課 明天第一節課是 第一節課是8點 那6點半到8點中間是吃飯時間 那你書本可以放到這邊 沒有關係 書本放到這邊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大三大是不是比較冷 所以我沒跟你講 你比較慢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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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邊 感谢观看